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查考两段经文 首先我们看创世纪五章22节到24节 以诺生马吐萨拉之后 与神同行三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以诺共活了365岁 以诺与神同行 神将他娶去 他就不在世了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犹大叔 一章14节到16节 亚当的七十孙以诺 曾预言这些人说 看啊 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 证实那一切不敬钱的人 所妄行一切不敬钱的事 又证实不敬钱之罪人 所说顶撞他的刚闭话 这些人是私下议论 常发怨言的 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 口中说夸大的话 为得便宜 谄媚人 阿们 那么在 创世纪五章 亚当的家库当中 以诺是亚当的第七世孙 那么从家库来看 从亚当到挪亚 这前十代组长当中 其他九位都是以死亡 作为了他们人生的结局 从创世纪五章五节开始 就说亚当共活了九百三十岁 就死了 八节也是一样 赛特共活了九百一十二岁 就死了 那么只有以诺 是没有经历死亡 而直接被神接去的 刚才我们读到 五章二十四节说 以诺与神同行 神将他取去 他就不再世了 以诺并没有经历死亡 而是不见死生天了 那因为以诺的一生 他遵守了神的话语 遵守了神的道理 那么初临的耶稣 在约翁音八章 也告诉我们 约翁音八章的五十一节 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见死 遵守我的道 就可以永远不见死 那么在伊甸园当中 神最先与亚当所定立的行为之约 也可以看到 创世纪二章十七节 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神告诉亚当 这善恶果实 你不可吃 吃了必定死 那么相反呢 由此可见 如果当时亚当能够顺从于神的话语 必然活着 不会经历死亡 由此可见 以诺是顺从神话语的人生 以诺是一个完全的与神同行的人生 所以他没有经历死亡 因为以诺的信仰是有末世观的信仰 我们世上的人呢 活到七八十岁才开始有着末世的观念 开始感觉死亡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从身体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反应 因为身体开始有各种机能的衰退的现象 但是年轻人觉得自己充满活力 风华正茂 他们很难有这种末世的观念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末世观的信仰的话 是很难与神同行的 很难与神同行的 那我们通过查考创世纪五章 我们可以发现在以诺在世的 这三百六十五年的人生当中 分了两个信仰阶段 在以诺六十五岁以前 圣经并没有记录 以诺与神同行 而是在以诺六十五岁 生了马土撒拉以后 开启了自己的一个全新的信仰阶段 过了一个完全与神同行 三百年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人生 那么三百六十五岁的时候 以诺同行的结果就是 不见死 可见 当以诺六十五岁生下 马土撒拉这件事 成为了以诺信仰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那么上一节呢 我们曾经查考过 以诺的儿子马土撒拉的名字的含义 马土撒拉这个名字的西伯来语原意的意思 就是他死的时候有审判 可见以诺在六十五岁生马土撒拉的这个时候 开始建立了一个末世的信仰观 那么以诺的末世信仰观 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首先我们看看 第一 以诺有洪水审判的信仰 以诺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撒拉 给儿子起名叫 他死的时候有审判 我们可见 以诺当时生下马土撒拉的时候 开始了确信 确信什么 确信神对世界的审判必然来到 世界的末了必然有审判 上一讲我们计算过 在创世纪五章二十五节说 马土撒拉一百八十七岁生了拉麦 创世纪五章二十八节说 拉麦一百八十二岁生了挪亚 那么通过计算我们可以知道 挪亚出生的时候刚好是马土撒拉三百六十九岁的时候 那么创世纪五章二十七节又说 马土撒拉活到九百六十九岁就死了 我们算一下 马土撒拉三百六十九岁生挪亚 自己活到九百六十九岁就死了 那么由此可见在马土撒拉死亡的那一年 正好是挪亚的六百岁 六百岁 那么创世纪七章十一节当中 也准确的有这样的记录 说挪亚六百岁那年的二月十七号 洪水审判果然来到了 那么之前我们通过对家谱的年代的计算 我们曾经准确的计算出挪亚的出生的年代 那么挪亚呢是出生于主前三零五八年 那么如果洪水审判那一年是挪亚六百岁的话 那么我们同样不难算出 主前二四五八年的二月十七日 就是洪水审判来临的日子 那么在洪水审判到来之前 神命令了挪亚一家进入方舟 那么我们再来查考一下 神到底是哪一天来命令挪亚进入方舟的呢 我们还是通过圣经来找到答案 创世纪七章一节说 耶和华对挪亚说 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 因为在这个世代中 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 紧接着七章五节 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动 紧接着七章十节说 过了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 可见在二月十七号洪水审判来临前七天 神命令了挪亚一家进入方舟 那么我们可以不难算出 主前二四五八年的二月十号这一天 神命令了挪亚这一家要进入方舟 那么在今天的很多的犹太人的图书馆里面 仍然在古籍当中 我们可以找到关于对马吐萨拉死亡的日期 曾经有过准确的确切的记录 就是马吐萨拉九百六十九岁那年的二月十号 马吐萨拉死亡 那么马吐萨拉死亡的这一天和神命令挪亚 进入方舟那一天是一天都不差的 那么可见在当时方舟已经按着神的吩咐 按着神的命令已经完全的预备完工了 这个时候 二月十号这一天 马吐萨拉死去了 也就是在这同一天 神命令挪亚一家要进入方舟 因为洪水审判马上就要来临了 所以我们从以诺给自己的儿子起名 叫马吐萨拉这件事来看 就是以诺末世官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见证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方舟的建造的过程 当时诺亚一家不可能像今天这样 有那么多的现代化的工具 他们完全是徒手完成了这方舟的预备的工作 这预备方舟的过程不是一天 也不是一个星期一个月 而是在长达七八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漫长的岁月当中 诺亚一家人为顺从神的命令不断的付出的辛苦 当时他们身边的人肯定对诺亚一家人是非常的不理解的 甚至非常嘲笑的 你们看诺亚这家人 简直是疯了 你看这家人都不干正事 是吧 总是说有什么漠视啊 有什么审判要来到 这么多年了 这个审判在哪呢 不是都过得好好的吗 你看他们每天 就是弄这个方舟这个事情 有那个时间 有那个精力 他们多耕点田不好吗 多种点地不好吗 有那个时间 多养点牛羊不好吗 让他们家庭的生活 能过得更富裕一点 更富足一点 不好吗 肯定这样的话 每天都在困扰着 诺亚一家 我们可以想象 诺亚也一定会经常的 去问自己的爷爷 每次教自己的爷爷 马吐萨拉的时候 啊爷爷爷爷 这审判什么时候来到啊 诺亚每次 可能都会这样去问马吐萨拉 马吐萨拉也一定会让诺亚 告诉他 你要忍耐到底 末世的审判是一定会来到的 我死的时候 审判就会来临呢 那么所以我们看 给儿子起名字叫 马吐萨拉这件事 我们能够看出 以诺当时是相信了 神的审判 神对罪恶的审判 是一定会来到的 所以起了这样的名字 那么以诺的这一末世的信仰 这样末世的信仰观 也成为了以诺 最终能够与神同行 最终战胜死亡 不见死 升天的秘诀 所以出令的耶稣 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里面 也这样告诉我们 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阿们 在这样的话语面前 我们要阿们 所以今天的我们 我们也要像 以诺那样 拥有着末世的信仰观 这样我们才能够与神同行 过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生 要像挪亚那样 每天要为我们信仰的方舟 我们话语的方舟 和我们各位 所服侍的教会 要不断的付出努力 不断的付出辛劳 因为 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 耶稣告诉我们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那么在我们 各自的信仰生活当中 可能也会有很多 对我们的信仰不理解的 那些亲戚啊 朋友 甚至可能会有 对我们的信仰敌对的 那样的嘲笑 但是各位 不管我们面临着 怎样的试探 不管我们面前的 这神所赐给的 这神的功 有多么的艰巨 多么的劳苦 我们一定不要放弃 我们要像挪亚一家那样 能够顺从神的话语到底 我们能够像 以诺那样 一定要相信 神对末世的审判 一定会来到的 2020年 全球都被笼罩在 新冠疫情的 这样的阴影里面 到目前为止 全球因为新冠疫情 而死亡的人数 已经突破了100万 非常的可怕 但是各位 一定要知道 神对末世的预言 一定会成就 启示录 十三章所预言的 在末世 我们要经历的 对全人类的 更大的死亡的威胁 一定会来到的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 这些困难 只是一个预言 只是对我们的一次磨炼 所以越是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越要选择 像以诺那样 持手话语到底 与神同行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 奉劝大家 不要贪图世俗的享乐 不要沉迷于 罪恶的世界 这些都会过去的 有些人可能 直到医生最后跟他说 你还有最后的 一个月的时间 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 人才能明白 我们这一生 所有的这些 可能都是虚空 都是虚空 我们在国内的一些机场 候机的时候 经常能看到很多 卖各种影像制品的 这样在播放什么 成功学呀 什么这些东西 但是在神的眼中 真正成功的人 是最后能够战胜死亡 进入天国的人 我们今天 在这世上 不管多么的有名望 多么的有财富 多么的有权势 如果最终我们的结局 是下入地狱的话 那不是成功的人生 相反 也许今天我们各自的生活 是很卑微的 我们都是社会的一些 边缘人物 我们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财富 我们的生活很拮据 我们在 这个新冠疫情期间 我们很多人可能还有失业 家庭可能也面临着经济的危机 但是越是这个时候 我们越要持守 紧紧抓住神的话语 像以诺那样 过一个什么 与神同行的 这样的余生 最终我们能够成为 神眼中的成功的人 能够成为进入天国的人 所以只有同行的人生 才是我们最终战胜死亡的秘诀 我们的指望 我们的指望 我们的盼望 应该放在这里 我们一起看一下 诗篇39篇 四节到七节 耶和华啊 求你叫我晓得 我身之中 我的寿数几何 叫我知道 我的生命不长 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 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 如同无有 个人最稳妥的时候 真是全然虚幻 世人行动 时系幻影 他们忙乱 真是枉然 积蓄财宝 不知将来 有谁收取 主啊 如今 我等什么呢 我的指望 在乎你 所以 我们只有把指望 放在神那里 放在神的话语那里 依靠神的大能 我们才能 使病痛的身体 健康起来 我们困难的家庭 才能成为 亨通的家庭 各位要相信 我们的人生 是短暂的 人生真的是短暂的 我现在想一想 在我小的时候 在北京的幼儿园里面 我们真的时候 那个时候 七十年代末 在大街上 我们看到一辆汽车 我们这些幼儿园的小朋友 都能追着汽车 跑很远 因为什么 看不见汽车 来一辆汽车 觉得特别的新鲜 要追着这个汽车跑 但是今天呢 你们再看看北京 这一转眼 四十多年就过去了 人生真的是很快 就是一瞬间 所以 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 不要以为 还有很长的时间 还有很长的时间 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要像以福所书六章十六节那样 神命令我们要什么 爱惜光阴 不要懒惰 就建立起一个 像以诺那样的 末世观的信仰 过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生 那么第二 我们来看看 在以诺的信仰观当中 还有再临和关于审判的信仰 在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 犹大书一章十四节说 亚当的七十孙以诺 曾预言这些人说 看哪 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那么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记录 两千多年前 耶稣基督为了担当我们世人的罪 道成肉身来到了我们中间 那么在持架上经历了苦难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 完成了基督的出临 并且告诉我们 基督还会再临 但是在更久远以前的亚当的七十孙以诺 就曾经预言了基督的再临 在以诺的信仰当中 是把基督的再临 能够天天放在心里 以诺是把基督的再临 天天放在心里的人 这样的人才是与神同行的人 才是同行的人 所以我们不要想象 基督的再临 是多么遥远以后的事情 要相信 再临的耶稣 已经来到了我们心里 再临的耶稣 已经在我心里的这样的人生 所以我们要改变 所以我们要与神的同行 当我们把这再临的耶稣 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 我们装着主一定会再临 我们心里能够相信 主再临的时候 一定会审判这世上的罪恶的时候 那这样的人 你们想想还会犯罪 还会犯罪 所以我们在这世上 要过一个什么 同行的 敬虔的生活 其实刚才犹大叔一章十六节 说 基督再临的时候 要对这世上的罪恶 要审判 要审判什么呢 十六节说 两点 第一 要审判什么 审判 不敬虔的人 所行的 不敬虔的事 第二 要审判什么 顶撞神的 刚闭话 刚闭话 那么首先 我们就要 警察我们自己 我们每天 所行的 是敬虔的事呢 还是不敬虔的事 如果我们还没有做到敬虔 我们一定要立刻 马上 从今天开始 就要在神的 对神的敬虔上 要操练我们自己 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 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说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父荒谬的话 在敬虔上 操练自己 基督的再临一定会审判这世上所有的不敬虔 所以我们要像 以诺那样 过一个同行的人生的话 要在敬虔上 操练自己 因为这是神最后要审判的 神要审判的第二点 就说什么 要顶撞神的那些刚闭话 所以 忠心的奉劝大家 我们每个人的嘴巴一定要注意 我们说话要注意 顶撞神的埋怨神的话语 神都能听见 我们一起看民书记 十四章二十七节 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 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 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 我都听见了 我都听见了 所以一定要管住我们的嘴 不要在神面前发怨言 不要发怨言 另外 在今天的本文 尤大书一章十六节里边也说 神要审判的时候 基督再临 要对我们审判的时候 要审判五种人 五种人 哪五种人呢 我们看看 第一点 第一种人是埋怨的人 埋怨的人 一章 尤大书一章十六节说 常发怨言 常发怨言 埋怨的人 有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呀 推卸责任 推卸责任 永远不承认是自己的错 所有的错都是别人 都是怨别人 都是怪别人 我们看看 这是我们人类的罪呀 这是人类的罪呀 为什么 在伊甸园当中 亚当夏娃所犯下的罪 就是推卸责任 我们一起看创世纪 三章十二节 到三章十三节 那人说 你赐给我的 与我同基的女人 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 我就吃了 亚当不承认 是自己没有好好的 顺从神的话语 而是什么呀 那女人不是你给我的吗 是女人让我吃的 所以我吃了 十三节说 耶和华又对女人说 你做的这是什么事呢 女人说 那蛇饮饿我 我就吃了 女人也没有承担自己的责任 神说 建立这个女人是什么 是让她更好的去帮助丈夫亚当的 即便有蛇的诱骗 作为女人的下娃 也应该提醒自己的丈夫 你要顺从神的话语 这才是帮助丈夫的人 而女人也是推卸责任 说什么呀 不是我要吃的 是蛇让我吃的 这种怨言 神要审判 这种埋怨 神必然要审判 第二 要审判的是什么 是 不满 发怨言的人 还有一个特点 是什么 不满 不满 创世纪一章二节 说 神的话与临到 神的临到之前的状态是什么 空虚混沌 冤灭黑暗 这里说的冤灭 就是永远的 深冤 没有满足 像无底坑一样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发怨言 不要总是不满 不要贪婪 提摩泰前书六章十节说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被引诱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不满足的人 发怨言的人 一定是不满足的 一定是不满足的 只有满足的人 才会是在神面前感谢的人 所以我们看看 在过去艰苦的年代 可能吃不上 喝不上的情况都有 但是那个时候 好像到不像现在 有这么多的自杀的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就是越来越堕落 然后越来越不懂得满足 心中的不满 心中的怨言越来越多 这样必然会得到神的审判的 没有满足 心中就没有感谢 懂得满足 懂得感谢的人生 才会是幸福的人生 下面我们再看 还是犹大书一章十六节 下一个是什么 说要审判的是 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 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的人 要审判的就是情欲 加勒太书五章十六节 说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 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受败坏 顺着圣灵撒种的 必从圣灵受永生 所以不要再为这世俗的享乐 肉体的享乐 去安排 我们一生当中为了金钱 为了肉体的情欲 投入更多的精力 那真的是一场虚困的人生 第四 还说什么 要审判那些口中说夸大的话 夸大 夸大 诗篇三十一章二十三节 说耶和华的圣民呢 你们都要爱他 耶和华保护诚实人 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 这你说的夸大就是什么 浮夸的 骄傲的 吹嘘自己的财富 吹嘘自己的权势 不依靠神的 最后我们看看 还有要审判的是 为得便宜 谄媚人的 为得便宜 谄媚人的 诗篇 五章 九节 因为他们口中 没有诚实 他们心里 满有邪恶 他们的喉咙 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 谄媚人 谄媚人的 在神眼中 不是正直的人 不是正直的人 不诚实 说话 要么阿谷奉承 要么无中生有 捏造事实 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撒谎 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去说话 这样的人 也会受到神的审判 这些都要受到 再临的基督的审判 这是以诺的预言 以诺的信仰的余生当中 三百年同行的余生当中 他是坚信了 神必然再临 而且必然会审判的 这样的信仰 以诺坚信了 神对罪恶的这些审判 所以以诺走了一个什么生活 走了同行的生活 走了传讲神话语的生活 提摩在后书四章二节说 你们误要传道 我们嘴中不要说埋怨的话 不满的话 谄媚人的话 不正直的话 而要说什么 神的话 要说神的话语 要传神的道 因为传道是神的命令 罗马书十章十五节说 报福音传喜讯的人 他们的教宗何等加密 神非常喜悦 传福音报喜讯的人 我们口中要说这样的话 所以以诺过了得神喜悦的这样的人生 得神喜悦的人生 我们看西伯来书十一章五节 西伯来书十一章五节 以诺因着信被接去 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 人也找不着他 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 只是他被接去 已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喜悦他的名证 可谓 以诺之所以 有别于其他的 家库当中的九位族长 没有以死亡作为自己人生的结局 而是不见死 直接的被神接去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他在这世上的时候 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 明证的这样的一个 与神同行的这样的一个人生 西伯来书十一章六节 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查考圣经 希望我和屏幕前的各位 都能活出一个传讲神话语 得神喜悦的人生 让我们都能够带上 像以诺那样 末世观的信仰 能够仰望主的在临 能够持守话语到底 能够过一个寻求神 依靠神 与神同行的 最终能够得神喜悦的信仰人生 最终我们都能成为战胜死亡 活着像以诺那样 活着进入天国一样的人 好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那么在下一讲呢 我们将进一步的查考 以诺与神同行的秘诀 我们一起地图祷告 赞友圣天父 我们感谢您赞美您 感谢您今日通过网络 用救赎史的话语 把我们带入到亚当的家谱当中 感谢您通过以诺 末世观的信仰将您救赎史的经纶 显在我们的面前 求您赐给我们足够的悟性 让我们都能通过以诺的信仰 来省察我们各自的信仰生活 让我们从今日起 都能成为爱惜光阴 重新出发 持定末世观信仰的人 让我们都能够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再临 过一个像以诺那样的 持守话语到底 传讲话语到底的 得天赋喜悦的人生 求您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 到我们进入天国之前为止 让我们每一个个人 每一个家庭 让我们的事业 让我们整个的人生 都能够成为与神同行的人生 我们如此独配的祷告 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声明 感谢祈求 阿们 感谢天父 也感谢屏幕前您的陪伴 追想上古之日 思念历代之年 我是雅各 我们下期再见 期待 瞧